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PBN 有观众提议我测枸杞 今天我就来测试一下它的血糖波动 我会把枸杞泡热水全部喝下去 过程中我会量空腹、餐后一小时以及两小时血糖 并算出血糖波动和大家分享 我们开始吧 枸杞18克泡热水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8 枸杞18克泡热水 我要喝下去咯 喝完也吃完咯 等一下测餐后血糖 餐后一小时血糖 餐后一小时血糖90 餐后两小时血糖 测完餐后两小时血糖我就出门了 我带着血糖机出门 本来想要测餐后三小时血糖 我什么都带了 就是忘记带血糖试纸 只好回家再测了 餐后四小时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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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我今天吃两汤匙18克 我今天吃两汤匙18克枸杞泡的茶 不仅把茶喝完也把枸杞吃掉 枸杞18克算是一份水果 有15克碳水化合物要算一份糖类 做一下数据分析 喝枸杞茶 空腹血糖88 餐后一小时血糖90 餐后两小时血糖90 餐后四小时血糖78 血糖高峰是90 空腹血糖88 90-88等于2 所以血糖波动2 之前测过巴勒的血糖波动1 绿色奇异果和联屋的血糖波动都是5 枸杞的血糖波动2 介于巴勒和绿色奇异果与联屋之间 而枸杞和其他水果最不同之处 是它的血糖波动非常平缓 它的餐后一小时和餐后两小时血糖 都是90 本来预计测完餐后两小时血糖就出门 结果看到餐后两小时血糖还是90 就带着血糖机出门 想要测餐后三小时血糖 结果什么都带了 就是忘了带血糖试纸 只好回家再量餐后4小时血糖 枸杞和红枣都是大家常加在汤里面的重要材 不过红枣现在已经被卫生署分在食品类了 枸杞和红枣都算是水果类 枸杞一份18克 红枣一份25克 大的6克 小的8克 都算是一份水果 对于想要控制血糖或瘦身的人 一天建议最多吃两份水果 因此一天内如果有吃到枸杞或红枣 就要算在两份水果内 其他水果就要少吃 以免影响控制血糖 最后提醒大家 吃完东西的血糖波动不要超过30 比较不会刺激胰岛强烈分泌胰岛素 导致合成脂肪 抑制脂肪分解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较有利 总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摄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远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赞 也请订阅留言分享 不要忘记开小铃铛哦 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跟留言回复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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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